欢迎来到小鸟阅读一起来听故事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本小鲁文化出版的一百层楼的家 文跟图是严谨俊雄 翻译周沛颖 这是一本由夏儿上文字阅读 小朋友啊,你们可以透过阅读的足迹 逐渐来认识空间、楼层的概念 还有啊,可以认识不同的昆虫 还有动物的家 还有各种动物的奇性哦 这一本小鲁文化出版的一百层楼的家 处处都充满了丰富想象力的知识呢 此外,还能透过书本 我们可以来练习数数呢 小朋友,相信你读完这一本书 也能开始从一数到一百层楼咯 如果啊,有一天你建了一座一百层楼高的房子 你会想要邀请哪一些小动物们一起来居住呢 今天的故事主角是喜欢看星星的小男孩 名叫小土 他呀,收到一封邀请函 那我们一起赶紧跟小土来探险去吧 走 看星星的小男孩 名叫小土 有一天,小土收到了一封信 你好,我住在一百楼哦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小土努力地扬起头 还是看不到屋顶 哇,好高哦 好高好高,看不到屋顶呢 好,总之啊,先进去看看吧 请问有人在吗 小土客气地问 可是不论等了多久都没有人回答 小土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 啊,难道这里是老鼠的家吗 他从一楼开始爬到二楼三楼 小朋友你会数数吗 我们必须要从一数到十层楼哦 三,再来四,再来五 再来六,再来七,八,九 第十层楼哦 你好,请问我可以从这里爬到一百层楼吗 请上来,请上来,很辛苦吧 加油 哦,总算爬到十楼哦 在这栋大楼里啊 每十层就住着一种动物哦 哦,原来如此 咦,这里住的是松鼠 我们从十一开始数咯 刚刚我们是读一到十层楼对不对 一到十,找到数字了 所以十下面的就是十一楼 十一,十一,十二,十三 他的数字都隐藏在图案里面哦 十四,刷刷牙 十五,帮爸爸洗背哦 十六在这里,十六楼 哇,他们在玩荡秋千啊 十七楼,在捡树叶,树木啊,盆栽 十八,要不要来喝橡树果汁呢 非常好喝哦 哇,味道好怪哦 再来十九楼 他来煮东西呢 爬到二十楼了 接下来会是谁住在楼上呢 二十楼,他们在睡觉咯 小朋友,二十楼在网上的数字是多少呢 来,我们一起来念念看哦 对,二十一 哇,原来是青蛙呢 要是零尸的话就糟糕了 来,用这把伞吧 为什么要拿伞呢 哇,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哦 二十二层楼 二十三层楼 再来二十四层楼 他们泡澡呢 二十四层楼 二十五层楼 哇,他们在这边都会有连蓬头哦 会下雨耶 再来二十六 要睡觉 二十七层楼在这里 他说了什么呀 因为我们家里会下雨 把雨水收集起来 我们可以淋浴呢 他的雨水怎么收集呀 下雨之后就用这个 滴滴滴滴滴滴一层楼滴下来 就可以淋浴咯 还可以继续用这边滴 滴滴了水 然后再滴下来 然后再滴下来 这边还可以泡澡呢 再来二十八层楼 二十九层楼 哇,这是蝌蚪对不对 好可爱呀 可是妈妈在照顾蝌蚪小宝宝 他们在一个摇篮里面呢 再来三十三十层楼 爬到三十楼了 接下来会是谁 住在楼上呢 小朋友 三十加 接下来是多少 好,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十一对不对 三十一 原来是瓢虫家族啊 瓢虫家族 他们三十一层楼在看电视 三十二层楼 妈妈在化妆 三十三层楼 哇,妈妈有好多个瓢虫衣服啊 我正在重新设计墙壁的花样 她在帮墙壁画了好多点点的图案哦 三十四层楼哦 哇,是我最喜欢的水滴形状 我也来帮帮忙吧 接下来三十五层楼 在睡觉呢 三十六层楼 煮东西 三十七层楼 哇,要吃饭了 三十八层楼 他们带了好多瓢虫 哇,做的项链是吗 还有什么袋子啊 当做皮包等等 请帮我把这个交给蜜蜂女王好吗 好啊 不过她住在哪一层楼呢 小朋友想一想哦 蜜蜂女王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哦 再来三十九层楼 也是在照顾小儿宝宝 那宝宝需要玩小小的音乐铃 爬到四十楼了 接下来会是谁住在楼上呢 四十层楼 他们在看书哦 四十再来是四十一楼 来看一看是不是呢 四十一层楼 哇,原来是蛇呀 蛀牙了 啊,好痛哦 好痛哦 哇,拔拔拔 我来帮你拔牙哦 四十三层楼在拔牙了呢 四十二喝了太多甜甜果汁了 四十三层楼 他们都需要看牙齿了 四十四层楼 哇,她做什么呢 她缠绕在这边在交欢呢 四十五 哇,好多小baby哦 她也在照顾小baby 四十六层楼 四十七层楼 他们在玩圈圈呢 跟我们一起玩蛇跳绳吧 一二跳 哇,蛇的跳绳哦 好好玩哦 接下来四十九 在泡澡呢 接下来五十 小baby跟爸爸妈妈要睡觉了 跑到五十楼了 接下来会是谁住在楼上呢 要开餐厅了呀 那我来试吃看看吧 好的,请试试看这块蜂蜜蛋糕吧 原来是蜜蜂呀 五十一 五十二在这里 他们在做好多的蜂蜜呀 五十三 五十四 唱歌跳舞 五十五 蜂蜜在做什么 哇,蜂蜜这样一个 这个应该是柠檬 蜂蜜柠檬茶 泡茶喝了 再来五十六 哇,在照顾小baby呢 五十七 这是什么呀 蜜蜂女王下了好多颗蛋 所以下面五十六才会有小baby孵出蛋来哦 女王陛下 这是瓢蜂先生送的礼物 哇,收下这个礼物真高兴 这条项链正好是我想要的 哇,我们刚刚有问过小朋友对不对 是谁要送给蜜蜂女王的呀 刚刚的瓢蜂先生 小朋友还记得吗 请帮我把这个交给蜜蜂女王吧 对不对 在三十八层楼的时候 他就有问过咯 接下来到五十九层楼 哇,好多珠宝哦 跑到六十层楼了 接下来会是谁住在楼上呢 六十层楼了 这些是保护家们的公封卫兵哦 保护着这些珠宝哦 原来是啄木鸟 啄木鸟在做什么呀 哇,在切个树呢 请当我的模特儿好吗 维持这个姿势 暂时不要动哦 一直维持这个姿势 好酸哦 接下来六十四层楼 六十五层楼 在坐飞机耶 六十六层楼 在玩敲敲板 六十七层楼 啄木鸟在啄啄啄 啄木头 现在是我们练习飞行的时间 有了这种机器帮忙啊 就更容易飞咯 很棒吧 咻滑出去了 六十九层楼 要看看书 看报纸 听音乐 七十层楼 就是要休息咯 爬到七十层楼了 接下来会是谁住在楼上呢 哇 是蝙蝠呢 嘿嘿 让我吸一点血吧 呃 才不要呢 住在这里的是黑漆漆的耶 什么也看不见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那在上课呢 钢琴 好多小别不在上课 七十八 也是要小baby 请问可以进一下厕所吗 厕所在楼上 不过你怎么用我们家的厕所呢 哇 厕所是道调的耶 怎么使用呢 接下来跑到八十层楼了 会是谁住在楼上呢 八十层楼 再来是八十一 住在这里的是蝸牛 八十二 哇 蝸牛要洗澡 八十三在哪里啊 对 在这里 再来八十四 哇 蝸牛他们做了好多蛋糕哦 他们的蛋糕是卷卷的耶 切成一片一片蛋糕卷的样子 咦 这边的蝸牛是在玩玩滑板 今天是我的生日哦 一岁了 生日快乐 八十五层楼 哇 好多蝸牛的卵 变成小baby了 八十六 他们在做什么呀 吃糖果呢 八十七 哇 在吃这个是冰淇淋 你要不要吃冰淇淋呢 哇 这种冰淇淋鸡 一定要自己动手做一次 非常有趣耶 好漂亮的图画哟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终于爬到九十层楼 接下来会是谁 住在楼上呢 啊 蝸牛这边呢 它的颈部也做了好多的巷圈耶 非常可爱哦 八十九层楼这边在 懂子懂子 要听音乐呢 再来 这时远方传来神秘的声音 你就是小土吧 我在一百楼等好久好久哦 到底是谁 好紧张呢 住在这里的是蜘蛛哦 再来是九十一 九十一层楼咯 九十二层楼 蜘蛛在爬行 九十三层楼 它们在织什么 织毛一 九十四 吃面面咯 九十五 蜘蛛在做什么 哇 用传身筒耶 小朋友你会玩这个吗 这个传身筒有一条线 然后两个很像是 饮料的罐子一样 以前小时候我们都会用 养乐多罐 对 把它打个孔 中间加了一条线 就可以这样大声的说话咯 就变传话筒 九十五 再来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七 现在电梯还在搭建 不过马上就可以用了 这样一来大家都方便多咯 坐了好多电梯咯 再来九十八层楼 九十九层楼 终于到了第一百层楼咯 原来原来住在一百楼的是 蜘蛛王子 蜘蛛王子坐在这边 跟他喝杯茶 寄信给我的就是你吗 小兔 我等你好久了 你能来我家玩 真是太有趣 太好了 我从望远镜里面 发现你哦 哪里有望远镜 哇 所以我就写信给你啦 嘿 你要不要来看星星呢 好大的望远镜哦 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星星哦 小兔从望远镜里看出去 在一百层楼的顶楼 看到的星空 非常非常美丽 小兔 你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好啊 我还可以再来这里看星星吗 当然可以呀 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玩 回家的时候 小兔搭上刚刚才搭建完成的电梯 回家咯 这边刚完成咯 这样他下楼梯就不会这么辛苦咯 咻 快速可以到达一楼呢 咻 一转眼 电梯就抵达地面了 我还会再来玩 小兔说着 回头一看 一百层楼的家 渐渐消失在星空里咯 今天玩得很开心 下次也请到我家来玩吧 小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